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的新美嘉賓 就是來自我們要財政經的事務總監郭施智先生 郭Sir你好 很難得終於看到內地股市 今天看到低位之後有個很明顯的反彈 上證指數升成2%收市 2224點 近期的低位2170點 一下子彈升了接近四十多點 郭Sir我們先不要說港股 先說內地一升升成43點 很久沒見過這樣的升幅了 有兩個因素或消息 傳聞也好 大家都要聽聽 第一個就是Anita 今早已經說了 原來四大國有銀行 在過去14天內流失的存款 4000億 我不管存款是怎樣流失 或者歐資斑資回潮也好 或者稅返美金走也好 或者流入民間高息貸款也好 你流失了就是流失了 其實是顯示什麼呢 即是說銀行可以借出去的錢 是少了很多 變成了 月初那時間 是減了銀行準備金半個百分點 成效剛剛對沖了 因為減半個百分點的銀行準備金 意味著有4000億的資金 可以借出去市場 但是同時有4000億的存款 是流失了 那兩者就對沖了 即是說商界 或者在連關之前 資金緊絕的情況 根本上沒有改善過 這一點在我的角度來說 可能會加快中央再進一步 放款的力度 你既然月初減一次 對沖了的話 這次再減0.5個百分點 就等於月初一次 所以很可能0.5或1% 都不出奇 因為目前來說 在連關前 其實企業 或者是還貸也好 資金的轉流也好 需求大得很緊要 第二件事是什麼 就是下午和陸叔做節目的時候 聽到中資銀行 通常在會市那邊大手拋售美元 從而穩定人民幣的匯價 這一點就在一個會市裡面 好像日本政府 央行經常都會做這件事 當某個國家的匯價升得太高 或者跌得太快的時間 影響到金融體系的時間 通常都會有央行的一些干預行動 intervention 其實都會有的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這兩個因素或消息 對股市來說 人們的解讀是比較正面的 第一 你有4000億的資金流走了 熱錢流走了 即是中央會加大 下調銀行準備金的力度 甚至會加大下調的速度 第二 人民幣如果匯價是穩定下來的 就不會因為人民幣匯價持續下跌 熱錢會走 因為錢來到當然是薄裂人民幣升值 如果人民幣一日跌的時間 老老實實我寧願持有其他貨幣 這個在匯市來說通常你會見得到 例如近期歐羅曾經130都穿過的 錢就全部跑去美國 當然不持有歐幣 只是輸匯水也不知道輸得多厲害 這兩個因素出來之後 就刺激了A股下午不單止止跌回升 而且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上升 以現在收市2225點來說 暫時還未脫險 當然不知可以稍微安慰的就是 由低位2171點的回升 暫時來說勢頭仍然相當好 是有機會逐步逐步向上走 如果最終能夠突破2307點 即是10月24日的低位 可以跟大家說 整個逐沉低位的形態已經是告一段落 看到今天內房股表現非常強勁 尤其是明天是周末 周末前夕見到幾隻內房股 尤其是兩隻央企1109 華潤之地和中國海外 更加彈升超過6% 一起看看整個表現 華潤之地現在升7.7% 做12.84元 中國海外也不錯 升6.5% 做14.46元 兩隻是升幅最大的藍籌股 碧桂園也升6% 做3.05元 商務房地產升4.34% 做6.97元 而福利地產更加升7.5% 做6.56元 看看另外幾隻的表現 升得更加強勁的是 啞居樂升接近9% 做6.85元 合景泰富升3.5% 做2.69元 而遠洋地產升2.8% 3.21元 而恆大地產升接近8% 做3.12元 月秀地產升1.8% 做1.12元 整體內房 是否即約太久才有急升的情況 看到它的升幅比內銀股升得更多 是的 尤其是央企 1.109元 12.8元 咬著一個月高位13.08元 至於6800 中國海外的股價是14.48元 相對一個月高位15元 都不是差很遠 其實內房一直以來都落後於大事 加上中央的政策出道來 一直在說對內房是不會放手的 即是不會容許資金再度流入樓市 從而引發一個泡沫性的上升 還有會加大商品房的興建 其實對樓市長遠的發展來說是有利的 不過大家要想想 現在是12月份 現在距離月底只有8個交易天 今天不要計算 只有8個交易天 我一直在說年底前是有粉飾的活動 如果你想想 基金如果是持有內房的板塊 他會持有哪幾個內房 不用說 一定是兩隻最大型的央企 6800和中國海外 還有一隻 960的龍湖 我相信基金也持有比較多 即是在粉飾的效應之下 不排除基金持有越重的股份 這一分鐘的走勢 是會稍為偏好於大市 每一年去到年底 這個情況都會是這樣的 如果是持有越多 或是歸邊在基金手 通常走勢不會太過差 大家都盡可能做好一點 還有樓房 就算你說這段時期比較低迷也好 但是 央企的防守能力相對還是比較強 其中以6800一定是最好的 資金也是比較充裕 負債比率也不是那麼高 就算未來樓市是比較低迷的話 集團都有能力在土柱那邊 增添多些儲備 以日後的發展 所以中期前景仍然還是看好的 見到今天內地股市急彈的情況下 見到現在十大成交榜商股份 就是A50中國基金 現在升近3.2% 還有10.36% 其次已經是兩隻內銀股 3988和1398的中行和工行 另外就是剛剛公佈完 現在買一買一買 A50中國基金 其實來講是追蹤A股的基金 它不是正式投放A股的投資 是買一些相關的衍生工具 早前由於A股低迷 已經跟一位觀眾朋友說過 萬一A股正式跌穿2307點的時間 那一分鐘不單止不可以買 更加應該採取觀望態度 但是看回今天去到10元 其實相對我跟他說的時候 只要A股能夠回到2307點 只要A股能夠回到2307點 A52、823的股價 應該回到10.06到11元 不過可不可以出現大幅上升 最終要看看A股的表現不一定 好 見到現在恆指 繼續升上347點 最近18,374點 成家可以多一點 但是仍然是嚴重不足 暫時來說只有380億 稍後再談